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非常的类似 那么北中南都会下雨 只是下雨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那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因为西南风的关系 我想过去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 从清晨一直下到晚上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下雨 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性的降雨 而且每一天的降雨量 大概都有100到150毫米 这是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相形之下 它就是间歇性的降雨 虽然也不是午后 但是它的降雨的时间 不会拉得那么的长 通常都是短暂型的间歇性的降雨 那至于在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它的主要降雨形态 是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所以它伴随着 是中午前后的高温炎热 而午后的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雨 所以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要注意的是午后雷震雨 而中南部地区要注意的是持续性的降雨 那么在这边要特别提出一个提醒 那么我们的天气风险公司的总经理天气达人 彭启明彭博士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西南季风所形成的一个大的气候范围 现在看起来这整个的西南季风 正在往台湾前进 有可能到周末的时候 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 南部地区的降雨会达到西南气流 那么在气象学上面 西南风跟西南气流 它有不同的定义 总而言之 西南气流它的降雨就会很持续性的 而且它会持续大雨 就是那一种一分钟十毫米 然后一个小时 几十毫米 六十七十毫米的这样子的雨势 可能会连续下个不停 那这样子累积的雨量 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淹水 甚至于成灾 所以呢南部地区在周末的时候 礼拜六 现在看起来从礼拜六的下半天 到下礼拜一 要注意西南气流所带来的大雨 豪雨豪大雨 那这特别的小心了 好那在今天当然还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与几率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而中部地区呢 是多云时阴 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与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 降与几率是高达9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东部地区还有澎湖地区 时多云到晴降距离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花莲28度 台中台东29度 台南高雄澎湖27度 这里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 因为其实我们的印象当中都觉得 台风才会带来大雨 豪雨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大一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端午节 曾经呢 就北部地区呢 降下豪大雨 那时候造成了 就我那时候是在政大念书嘛 造成了政大那附近啊 一片汪洋的这样子的淹水 淹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整个学校像个河流一样啊 那么很多的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都还必须要同学们这样子 划船 然后去送这一些餐点啊 那么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台风 就是西南汽流 所以我后来对于西南汽流 所带来的大雨 其实是抱持着高度警戒 所以特别要提醒南部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艺指数上涨了153点 收盘指数是35,084点 涨幅0.44% 纳斯达克上涨了15.68点 收盘指数是14,778点 涨幅0.11% S&P指数上涨了18.51点 收盘指数是4419点 涨幅0.42% 废城半导体则是上涨了60.80点 收盘指数是3333.24点 涨幅1.86% 那么美股呢上涨 其实美国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 都不好 但是呢 反而是上涨的 五大科技天王呢 是涨跌互欠 苹果上涨了0.46% 脸书因为公布的财报 虽然优于预期 但对第三季的展望呢 提出了一些警告 所以呢 脸书的股价大跌了 4.01% 也拖累了纳斯达克的涨幅 AlphaBay下跌了0.23% 亚马逊下跌了0.84% 微软则是小涨了0.098% 那至于在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涨多跌少 那么台积电的ADR是上涨了0.94% 不过鸿海的ADR下跌了1% 日月光的ADR大涨了6.33% 联电的ADR大涨了7.6% 中华电信的ADR则是上涨了0.6%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那么纽约银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2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3.62美元 涨幅1.7% 北海布兰特原油10月到期的原油期货呢 上涨了1.2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5.10美元 涨幅1.67%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16.75美分 涨幅1.23% 那么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大涨了31.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835.80美元 涨幅1.73% 实际上昨天的讯息对黄金期货都是不利的 包括呢联准会呢 暗示央行在未来几个月 可能缩减它的购债规模 以及世界黄金协会WZC呢 公布他们的报告是 在上半年的黄金需求购买量其实是减少的 但黄金期货呢反而是大涨了31.20美元 好至于呢在白银期货的部分呢 也大涨了3.64% 铜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 0.88 泛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24点 涨幅百分之0.37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70点 涨幅百分之0.45 好其实呢回到今天的早报新闻 美国昨天所公布的经济相关的数据 其实都不好 那么美国公布去年 公布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年增率只有百分之6.5 这跟华尔街日报呢 他曾经调查经济学家对于 美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平均是百分之9.1 哇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原本那本来的这一个分析师的预期呢 也有百分之8.3以上 结果最后的数字呢 只有百分之6.5 这里面呢在结构上面呢 消费者表现的是最为亮丽 消费者支出呢 年增率高达百分之11.8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报复性消费 真的在美国的四五六月已经看到了 那么但是呢 包括了政府支出 还有包括了住宅投资 以及存货投资都不如预期 所以你看到的现象 看到最后的结果呢 是消费者这边呢 拼命花钱支撑了经济成长率 但是呢相关的投资 不管是库存投资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呢 没有跟上 所以呢实际上面的成长率 只有百分之6.5 远逊于预期 而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一个储蓄率的部分呢 也从百分之20.8 下滑到百分之10.9 这也佐证了这个消费者呢 大量消费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第三个呢 是在通膨的问题上面呢 是很严重的啊 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就第二季而言的话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率高达百分之11.8 当然这有激起效应 因为去年第二季是最糟的一季 那么不过如果用核心PCE指数 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来看的话呢 是年增百分之6.1 所以扣除掉了原油 扣除掉了食物的因素 那么年增率也有百分之6.5 所以通膨的问题仍旧严重 好这边呢是看到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而另外一边呢 我们看到的是就业市场的改善 也不如预期 上周初次勤领事业救金人数 40万人 虽然要比再前一周 稍微的减少了2万人 但是呢这个比预期38万人 减少到38万人还是增加了 尤其是连续勤领事业救金人数呢 326万9千人 这也比预期的319万人 要来得多非常的多 好所以这我们看到经济数据不如预期 但是这样的经济数据呢 反而让市场解读联准会 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 走向比较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 所以呢在前一天 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当中呢 他们对于虽然暗示说 未来会缩减购债规模 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程 我们就看到市场呢 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太能解读联准会 到底偏鸽派还是偏鸽派 等到经济数据出来了之后呢 确定他非要继续的走鸽派不可了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的下跌 黄金的价格上涨 然后原物料价格的上涨 同时美国的10年期供在殖利率 已经下滑到1.266% 然后呢以及美国股市的上涨 这一些呢其实都跟他 其实反而不好的经济数据 使得联准会被迫必须要继续的走向 极为宽松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黄金的需求 事实上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报告 今年上半年2021年上半年 全球的黄金需求量 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10% 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机构投资人投资黄金的信心呢 开始急剧的往下滑 所以一边呢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二季的数字 市金就是拿来作为装饰品的 这些黄金的需求是有回升的 主要的中国大陆跟印度的消费 正在回升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但是在投资ETF的部分 则是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使得呢 今年的上半年的黄金投资 减少10% 那么这个看到这个明显的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黄金期货 反而是上涨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大陆在这个钢铁的这个部分 那么因为呢 现在原物料价格不断的上涨 为了控制物价 大陆呢 即5月1号当时呢 宣布取消了上百项的钢品出口的退税 那就等于是那就等于是没有这个增加收入就减少它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补助 优惠 那么现在呢再一步的宣布 从8月1号也就是从礼拜天 开始包括了钢轨 还有冷压钢卷等23项的不同规格的钢品取消出口退税 那这个对于吃紧的国际钢铁市场来讲呢 势必又增加了这一个需求减 这个出口这个投资 这个这个 这个属于它供给减少 对不起 属于供给减少 而且同时呢 对于出口这一个高纯生铁的暂定税率呢 从15%提高到20% 落铁的部分呢 也从20%提高到40% 好 所以这个对于钢品的供给 会产生吃紧的效应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武汉的打房呢 现在寄出了一种新的这种模式 叫做呢 必须要去申请房票 那申请了房票之后才能够去买房子 而且有一定的期限 同时呢 你登记了一套房之后 你就不可以再去登记第二套房 所以呢 这个是打草房呢 大概最严格的措施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蛮值得观察的 好 不过呢 入港股呢 昨天其实是非常戏剧性的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最近呢 中国大陆对于网路平台 还有包括了教育类股呢 频频的出手 导致投资人已经信心上失 那么不过呢 在前天晚上呢 那么这个大陆的证监会 紧急夜间 召集国际的投资银行开会 然后呢强调 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是属于 个别性的这一个整顿 而并不是要打击资本市场 同时呢 并且强调 中国大陆呢 会继续的允许 这些公司可以在美国上市 那这个打消 国际投资银行的疑虑 同时呢 官媒包括了新华社 还有很多的证券相关的报纸呢 从午夜开始就发文强调 那么整个政策呢 其实不是针对资本市场而来的 好 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看到 昨天上证指数上涨了50点 收盘指数是 3411点 涨幅1.49% 深圳层指更是大涨了428点 收盘指数14515点 涨幅高达3.04% 受创最重的香港恒生指数 更是大涨了841点 收盘指数是26315点 涨幅高达3.33% 其中的科技类股的涨幅呢 更是大涨了7%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是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267点 收盘指数17402点 重新站回了季线 涨幅高达1.56% 成交金额萎缩到4687亿元 在结构上呢 三大法人全数的转为买超 包括了外资呢 是买超了191亿元 投信买超12.6亿元 自营商买超了21亿元 那么在盘面结构上呢 这个航运类股呢 那么转强 而且涨幅相当的大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金融市场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